大家好 我是渭海老马 今天正好路过这个 除了办事路过这个恒大 京区恒大这个越南亭 它这现在在售的 还有一些这个公寓项目 面积47平到80平的 精装修的都有 我一般很少介绍这个公寓 它也有样本间 我带我们去进去拍 等哪天我这有时间我再拍一拍 一般我很少不爱拍这种公寓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 我把镜头转过来 这恒大越南亭 它前面里面有一个 这个位置有个恒大影院 在旁边建的就是恒大这个公寓 它现在是47平跟80平的 到80平的都有 也有样本间 但是我今天被你拍 它在这个渭海京区凤林这块 顺着这条路呢 一直往北走 两个红利灯 就到这个九龙湾 九龙湾公园海边那边 前面高楼高楼的高楼 高楼的高楼的一块 就是这个 九龙湾 它离这个 七鲁商城 跟这个 之前我拍那个龙翔 那个 家人月那个小商品都不远 它这个项目之前这个有住宅 还有花儿一样房 基本是受庆了 剩的也就是一楼二楼这样的事的 或者顶楼这样的事的 房子了 它这个房子呢 现在主要是在住这个 这是恒大这个 约兰亭威公馆 位置吧 还还可以 原 这个地方就是原来 凤林的这个 加工区的位置 它现在扒了嘛 恒大给它盖成住宅 跟公寓 还有恒大影院 下边有一圈商业 位置配套都挺好的 前面 而且这村街道路 往左转 往左转的话 就是到这个 台大医院 离京区医院都不远 配套是挺好 但是我很少拍这种公寓 它又有样本间 我又没拍 价格好像就是 就是五千左右块钱 一瓶戴京装修的 有想了解的呢 可以这个 评论区再问我吧 我一般还不爱拍 这种这个公寓项目 今天这好路过这块 我给大家拍一拍 好 今天就拍到 这个项目就拍到这吧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我就给恒大 那个简单给大家介绍 如果有那个 有想说 想具体了解这个项目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哪天我去拍拍 它这个 拍拍它这个样本间去 今天这个就是 偶尔路过这块 我出去办事路过这块 我们给大家拍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边有这么一个公寓项目 如果有想了解呢 就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哪天我去拍拍 它这个样本间 把这样本间 好几个样本间的 它应该是 每天我过去 给大家再拍一拍 今天就到这吧 我是维海老马 大家有想了解 哪个维海和荣城 或者是文灯南海 哪个楼盘的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会一一给大家 过去给大家拍一拍 这个拍拍视频 谢谢大家